好同学来看这一题 这一题问说B层到C层物质发生了什么变化 OK 来 如果同学对这一观念不是很熟悉 记得回到前几题去看一下我们详细的观念讲解 OK 那这题我们就快速来吧 来 首先他告诉我三条线有两条是地震波波数 其中一条是密度 那密度应该是最好分辨 因为密度是越深处的地方 密度就越大 因为密度大才会呈在下方 那横轴这里叫深度 所以很明显 越往右走叫深度越深 所以曲线如果是往上的 那个就要密度了 很明显看出来就是丙 丙就是我们的密度 然后呢 我们又发现一个地方 这个人 叫做乙 对不对 乙在某个深度的时候完全的消失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东西就我们所谓的S波 S波在遇到一体的时候 都传递不了 所以他就是什么 他就是S波 他没有办法穿过整颗固体地球 那P波就不一样 P波可以穿过整颗地球 所以甲这个就属于P波 OK 他进入到地核的时候 液态的地核的时候 就外地核吧 基本上波数会改变 波数会改变 因为发生折射嘛 成分不一样 所以原则上我们就可以来选 那前面这一大段A的部分呢 应该包含两个部分 从地表起算算到这么深嘛 他应该包含了地壳 地壳是很薄的喔 加上谁 加上地含 这样可以吗 所以他到这么深 那到了这里S波呢 消失嘛 这个叫外地核 这里分界开始 外地核 OK 外地核是液态 所以S波传不过来 那C就很明显是谁了 就是内地核 OK 所以基本上我们来选答案喔 来 B根系的分界是内外地核的分界 内外地核成分几乎是一样的 但是呢 它的状态不一样 因为地核这个地方 它是密度最大 它承受压力也会最大 原则上它是属于什么 高温高压的环境 它的成分都会融化掉 变液态 所以外地核是液态 到内地核就不一样了喔 内地核这个地方呢 温度高压力大 但是因为它太深了 你知道吗 它承受压力过大 导致它怎么样 压力过大的状况下 没有办法再保持液态 它就原子每一颗都排排站 紧密靠在一起 因为压力太大了 把它挤在一起 它就完全变成什么 变成固态 所以我们就可以选了 BC应该属于什么 成分是一样 但是因为压力的增加 导致它没有办法维持固体 所以我们就选了 因为深处的温压增加 使得溶点变高 C层是固体 唯一全对的选项就是我们的B 所以这题帮我选B 这样可以吗 这样可以吗 谢谢大家